Hello 大家好 我是Eric 老师 今天我回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过往在外汇市场里面所犯下的错误 而我怎么纠正过来好不好 那么同样的在这个星期里面呢 当你没看完这个影片 这一分钟里面看不完的话 记得到我的YouTube频道里面把整篇看到完吧 好的那么 我呢这个星期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以前的我当我在开始交易的时候呢 我就一直呢就是一直想要找到很好的策略 对啊之前我都说过 我们就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一直在找 一直不断的在寻找 对正确 我一直不断的在寻找 一直在这边找那边找 这边用那边用 结果前面赢钱后面输钱 前面赢钱后面输钱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那么呢 我是怎么样的让我自己啊 可以呢 定好一个策略 让我呢可以持续的在这个市场里面稳定赚钱呢 这样的话才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全职交易员嘛 就是今天的我 以前的我就一直在这边找一下 听一下 找一下 听一下 就在想的是 到底哪一个策略是最好的 可是呢 每一次呢 当我在 真正用它的这个策略的时候呢 就有点三心两意你知道吗 就一下子用这个策略A 一下子用这个策略B 那么呢 结果呢 我呢 最后呢 发现到就是 原来呢 我怎么样的去交易 我都没办法 得到 每一个策略的精髓 每一个策略的最精致的那个点 啊 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好了 那么呢 我呢 就是犯下这样的错 一直在这边找 那边找 这边找 那边找 这边用 那边用 结果前面赢钱 后面输钱 好 我们就不要这样了 我们呢 就开始呢 要的 就是 让我们 在市场里面 可以稳定赚钱 但是 到底要用哪一个策略 有的人说用均线 有的人说 要用这个 支撑压力位 对不对 所以呢 很多时候 我们都很乱 不过 如果 有一个方式 我今天就要分享 我之前的经验 以前 我有很多一个方式 现在 我只有一套方式 那这一套方式 我不管 这个 打篮球的方式 盖篮也好 扣篮也好 传的到底再美都好 进不了球 就是进不了球 对不对 好了 那么呢 我们要进球 那么呢 才可以啊 像这个Michael Jordan 在NBA里面 可以成为传奇人物 当然我也不想 成为传奇人物 我只是想赚钱 好不好 你也跟我 要有同样的想法 对不对 OK 好 那么 首先呢 我们要笃定好 我们的 交易策略 我们的交易策略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 把我们的这个 交易策略呢 搞好来 好了 那么 首先呢 我会用一套方式 去做 20张单子 那么20张单子呢 我会去看 OK 可以吗 20张单子 当然有盈利的 有亏损的 好 那么呢 我会继续再用另外一套方式 做 一直做 一直做 然后呢 我会把所有的这个 交易的策略呢 全部的成绩呢 都宰下来 那么呢 当我宰下来之后呢 我就会去看 哪一套呢 是让我当下呢 有最好交易的那个心情 然后呢 再来呢 就是在这些交易里面呢 我哪一个是得到最好的成绩 可以让我很最轻松 而且让我最有信心得到那个 那个成绩的 好 如果说是交 那个策略A的话呢 我就把策略A 拿出来 然后我就会按照 策略A的交易架构 我去完成100张单子 啊 这个时候我就完成100张单子 带着同样的思维 同样的心情 然后同样的教育方式 同样的教育架构 我去完成100张单子 哇 这100张单子那么多 哪里可能 你要我做到几次 我要明天就马上赚钱了 不过你要记得 在教育方面的话呢 如果说 一个大学生 马上踏入社会 不需要读书 马上踏入社会 就有大学文凭的薪资的话 你说有可能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他们还是要经过磨练 然后经过很多的知识 的认知之后 他们才有办法 去完成他们这个薪水的 这个level的那个任务 才可以得到那样的薪水 对不对 所以交易员 也时时也是一样 我们呢 也必须一定要呢 把我们的这个交易的方式 先搞好来 稳固了 之后呢 我们才来 那么呢 在这个100张单子里面 当我一开始看到 成绩在于80%以上 好的 那么呢 我就会持续的用它 接下来三个月 好不好 然后100张单子 其实不难的 100张单子 平均来说的话呢 你可以呢 一般呢 都是用在短到中线的 那些交易员的话呢 一般两到三个月 你就可以做完了 其实不难的 好不好 一天只需要三个小时 OK 不管是伦敦市场也好 还是纽约市场都好 只要呢 你上班不要交易 下班晚上的纽约市场的话呢 你交易三个小时 就可以了 真的是做得到的 好不好 那么呢 就因为这样 这样的方式 让我先做 让我去找出 我要的策略 然后 我再用100张单子去完成 来看我的比例 之后 我再用三个月 用同样的方式 再继续做下去 我就可以清楚的找到说 这个就是我的方式了 那样的话呢 我就知道 以后我交易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我的架构 我用的策略 这样的话就有办法赚钱了 所以不要在这边找那边找了 最主要就是 你才是那个最主要的关键人物 因为你是教育员 好不好 那么我这一次呢 就跟你们分享到这里 记得 在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呢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分享出去 然后期待我下个星期的影片 好不好 再给我一个赞吧 谢谢大家 OK and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